在舉重上有成就感是因為粉絲的話 他形容我舉重的過程像跟槓鈴跳舞一樣 我覺得我從幼稚園就非常好懂 看照片好像都是比賽的那種 像那樣運動會的那種照片 那因為我高一就進國家隊了 所以其實在小的國小的時候 就還是會跟鄰居家的親戚 小朋友就玩打棒球啊打籃球啊 什麼都是運動這樣對不對 籃球 想打籃球 對 為什麼那時候是喜歡打籃球的 因為應該是他是團體項目 然後加上打球也是很帥啊 然後因為我在國小的時候 有那個畢業期的時候就寫我要當籃球國手 所以當那時候接觸到舉重的時候 就還是有保持著這樣的一個夢想 所以就一直會想跟教練 就是有一些爭鬥 我會喜歡鋼琴是因為小學 因為我們家附近有那個鋼琴教室 就看到老師在教學 真的好有氣質的感覺 對 然後當然本身也很喜歡鋼琴的聲音 但是因為以前的話就比較是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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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也沒有資源可以去學 所以直到後來的時候就自己有能力的時候就跟教練說我要去上鋼琴課 然後教練也願意他也覺得說就是我們就是要去學習其他的樂器這樣 其實彈鋼琴跟舉重是有點相似的 對因為就是必須要放手 舉重大家可能就覺得要用力用力其實沒有他其實是有那種肌肉用力順序的那種順序 所以你必須要學的是放鬆的一些機曲跟鋼琴一樣 因為我彈現在頭子會這樣 所以就很酸 彈起來也不會像就是人家彈的那麼的那種柔順 對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跟舉重很像 就是要必須要學著去放鬆 要克服重量 我們會有時候如果你恐懼那個重量的時候其實就 成功率就只是先打這口 那你怎麼會那你怎麼克服那些恐懼 練 就是練 就是你練強一點 就是練強一點站上那個舞台 就是你所面對的那個重量 就是你已經是舉了可能幾百次之類的 其實你就是不會爬的吧 經驗的累積這樣 當然我一開始站上國際舞台我也是會緊張 我也是會失常 可是是隨著比賽的大大小小這樣參賽 然後不斷的去就是可能失敗了然後去反省 去反思自己哪裡還需要可以做得更好 然後哪裡需要加強 我覺得就是一步一步這樣走過來 我還是會緊張現在比賽 可是現在是你緊張但你不會晃 是需要先經歷過你有一段的時間 你自己要懂得去 去反思啦 反正自己就是那你需要 就是可以更好這樣子 讓我成長很多啦 就是不管是包括是想法的轉變 然後個性上的轉變 然後還有就是看待事情的那種 方式跟角度也會有一些改變 因為那時候好像花四個月的時間 就回到國際舞台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所以還蠻幸運的啦 然後也很感謝 但是因為我在國家訓練中心 就有看到很多的選手 很多人的傷都是比我嚴重的 所以其實當下我就覺得 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運 因為只要差一點點我的膝蓋 可能就真的是會受傷這樣 然後當然也希望是 透過自己這樣的一個經歷 然後去可以去 帶給大家更多的那種地量跟希望 應該是媽媽跟外婆啦 其實因為媽媽小時候是外婆帶大 然後後來是在一起 就是媽媽外婆我 我們一起這樣子 對其實 其實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 就是真的是 非常容易心軟的女生 但是又很堅強 真的是非常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 比如說外婆就一個人 要帶六個孩子這樣長大的 媽媽也是一個人要帶我們四個這樣子 對其實就是 可以看得到女性的堅強吧 我覺得就是 所以我想我會那麼堅強 應該也是因為他們的關係 定義喔 我覺得如果在我贏 我在集中這個項目上就是 當然就是打破框架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舉中這個項目 可能都是男生會比較續選擇 然後 就會覺得說 女生可能就 相對來說 男生的話可能不會那麼的出色 可是我覺得在我身上可能 帶給大家的是那種 顛覆大家的想像 然後包括是 不管是在技術上 舉中的過程上 我覺得都有顛覆到 大家對於舉中這個項目的影響 一開始當然會想幫助別人 是因為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然後也會希望就是接下來 學弟學妹是不會因為 可能機器關係 或家庭環境關係去放棄 可能在運動生涯這條路上的一個目標 能夠幫助別人的那種 那種心情 會讓我很開心 然後會覺得說自己是 是可以有影響力的 也因為教練的關係 媽媽 外婆的關係 就是都是很願意去幫助別人 就是全部一樣自己起來 就會讓我覺得 我就是要去幫助別人 因為開始喜歡體育 所以其實我身邊的 不管是教練老師 其實他們給我的那種感受 還有給我的觀念 其實不只是在訓練場上 還有在生活上 我的教練 林靜能力教練 他就是 除了訓練以外的 他都要管 所以我們對於生活的那種 自律啊 規律啊 或者是 都是從他身上去學 有點像是他把我撐起來 所以我的簽名 下面會有一個槓尼 就是有舉中 把郭信存這三個字撐起來 那種概念 對啊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